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自主研发的C919客机 这款飞机被视为对抗波音737和空客A320的竞争者 虽然C919的首航充满期待 但市场却对其产生怀疑 尤其是该机型的部件大多依赖美欧进口 让人质疑其中国制造的真实性 我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飞行者 最近搭乘了这架新型客机 并将分享我的飞行感受 从登机的瞬间开始 C919就给人一种熟悉的感觉 内部设计与A320颇为相似 但座位配置却提供了额外的腿部空间 虽然机舱内缺乏个人娱乐系统 乘客们却能享受到免费的热餐服务 这在短途飞行中绝对是一个惊喜 在飞行的过程中 我注意到一些人对于C919的噪音和行李舱空间提出了疑虑 但就我个人而言 这次旅程的平稳性和舒适度都令人满意 随着飞机平稳降落在上海 这次乘坐C919的经历似乎并没有让人感受到太大的不同 然而 C919的成功与否不仅仅取决于乘客的及时体验 还需要在全球市场上证明其可靠性 COMAC面临着挑战 必须在未来赢得更多国际航空公司的信任 才能真正将这架飞机打造成中国航空业的中流砥柱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乘坐中国自制的大飞机C919究竟是什么样的体验 CNN记者Steven Jung说 作为一名航空爱好者 我飞行的里程数已超过100万英里 曾搭乘全球众多航空公司航班 多次从北京飞往上海 然而 这个星期四的早晨 当我再次准备搭乘航班时 却有了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 因为这次的飞机是中国国航的C919 C919被誉为中国版的A320 这架由中国商飞 COMAC制造的飞机 是中国第一款自制大规模客机 经过多年的研发和延迟 这架双引擎客机于2023年5月 由东方航空首次商业飞行 作为全球航空业的潜在变革者 C919被视为波音737 和空中巴士A320的竞争者 尽管获得了超过1000份订单 C919仍然面临怀疑者的质疑 他们认为该飞机的中国性不够 因为许多关键部件如引擎和飞行控制系统 都是从美国和欧洲进口的 对于我这样的航空迷来说 这些争议并未削弱 我对搭乘这款全新飞机的热情 毕竟 目前仅有少数C919 在中国大陆的天空中飞行 它是我期待已久的飞行体验 当我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闸口 看到这架C919时 心中难掩激动 从远处看 它与A320有些相似 鼻尖更圆润 机身弧度明显 然而 仔细观察 C919独特的驾驶舱窗户和一间设计 还是令人印象深刻 踏上这架崭新的C919 我的第一印象是它竟然与A320的内部设计极为相似 还留有一丝新飞机的气味 国航选择了相对宽敞的配置 这架飞机仅配备158个座位 提供8个头等舱和150个经济舱座位 在这个乘客如牛群般拥挤的时代 任何额外的腿部空间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提前预定了紧急出口座位 对于腿部伸展的空间颇为满意 这里的空间甚至比国内的头等舱更为宽敞 作为一名身高180厘米的乘客 我能轻松地将腿完全伸展 脚几乎不会碰到前方座位 机舱内部其他方面看起来则属于常规设计 每个座位都有独立的空调喷嘴 经济舱的乘客还能使用折叠设备支架 适合放置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座椅本身采用嵌薄设计 这种设计在航空公司中越来越受欢迎 因其能将更多的座位排列在机舱中 但在这次短途航班中 国航提供的免费枕头缓解了潜在的不适 我将枕头放在身后以增加舒适度 每三名乘客共用两个充电插座 支持USBA和USBC插头 这架西919的航程可达5555公里 约3500英里 但国航似乎依赖乘客自备飞行娱乐 每个座椅背后都有放置杂志的空间和个人物品带 但没有个人显示屏或WiFi 下拉屏幕上的节目似乎没多少吸引力 这也许就是设计折叠设备支架的原因所在 当飞机滑行至跑道时 空乘人员在起飞前的讲话中强调了飞机的型号 今天您乘坐的是国航C919飞机 这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架大型客机 乘坐这架C919 我对飞行的期待得到了满足 虽没有太多惊喜 但也无可挑剔 国航即使在短途航班的经济舱中 也提供热餐 今天的飞行时间为1小时40分钟 在登机前 乘客座椅带中已放置好瓶装水 而我选择的煎蛋早餐搭配酸奶和巧克力 味道完全可以接受 后舱两间经济舱厕所被设计的明亮而宽敞 这次航班中的清洁和物资补给也很到位 厕所内还配有一帽沟 相较于最新版本的A320或B737上的厕所 C919的厕所拥挤感更少 当上海的高楼大厦在云海中逐渐显现时 我们的飞机开始下降 驶向虹桥国际机场 坐在靠近引擎的窗口座位 我想起了网上对C919的两大主要吐槽之一 引擎噪音 每个人对噪音的耐受程度不同 但我并不觉得这比乘坐普通的波音 或空八窄体机时更吵 另一个吐槽则是头顶行李舱的空间不足 虽然C919并未在行李空间比赛中获胜 但这次满座的航班上 每位乘客似乎都能将他们的手提行李妥善放置 飞机提前40分钟平稳降落在上海 机舱内没有响起掌声或欢呼 这在中国的航班上并不常见 下飞机后 我注意到更多的乘客 也许是航班上关于中国制造飞机的宣布提醒了他们 纷纷拿出相机拍摄C919的照片 这是一段平稳无视的旅程 尽管路上有些小颠簸 大多数乘客 包括我这样的频繁飞行者 可能并未感受到C919与常见的A320或B737 在飞行体验上的显著差异 从乘客期望的角度看 这次C919之行在安全和舒适方面都获得了不错的评价 对于旅客来说 他们通常不会根据飞机型号来选择航班 除非有充分的理由 例如最近几起涉及波音飞机的事件所示 中国商飞 COMAC在C919的成功上寄予厚望 这也是中国政府努力提升关键产业 并减少对西方技术依赖的策略之一 然而 撇开地缘政治和民族自豪感 要让客机项目飞得更高 分析人士指出 COMAC需要向潜在运营商证明C919的可靠性 尤其是在东南亚 非洲和其他新兴市场 因为美国和欧洲的快速认证尚未到位 如果更多乘客能在C919上获得非凡的频繁体验 COMAC或许能将其飞机从展台明星转变为 中国及其他地区航空公司的主力 这将不仅是技术和制造能力的证明 也是中国航空业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力的提升 随着时间推移 C919或许能成为全球航空地图上的一颗星星 让中国飞机不再仅仅是中国制造的象征 而是真正融入到全球航空业的竞争中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C919是中国航空工业自信的一大步 这款客机显示了中国在高科技制造业的进步 我们不应忽视它的潜力 当年像波音737和空客A320这样的机型也曾面临质疑 然而他们都最终获得了全球市场的认可 C919也有可能走上同样的成功之路 只需时间证明其性能和可靠性 哎呀 楚天书 你是不是忘了C919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的国产呢 这架飞机的重要部件 比如引擎和飞行控制系统 都是进口的 所以说它是中国的完全自主研发产品 有点夸大其词 再说了 面对波音和空客这样的巨头 它能在全球市场上找到立足之地吗 我看还是别太乐观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文字幕志愿者 佛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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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